明星之中 生命面對期望 你會怎樣選擇? 究竟是壓抑停重 還是我行我數? 在現在這個世代 要創業成功一點都不容易 但要找到和培育下一代的接班人就更加困难 在12月2日 我会在网上直播 和大家分享当中的要缺 喂 阿陈 真的想不到当年中学上台%的时候 你紧张得流鼻血了 哇 现在你厉害了 可以在电视机面前向着几百万的观众说话 真棒 哪里是呢?你不知道而已 我觉得他非常害怕 最近我想投资一间公司 是手机的Apps 他们帮我写个报告 可不可以给一些意见 帮我看看 好啊 好啊 这份计划书写得不错 有啊 啊 我也有点担心 嗯 这个团队曾经创业的时候 都失败了两次 失败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重要是看他们在失败当中学到什么 嗯 你看看 他们那个顾问团队都非常之好 好的师傅 又给了好的意见他们 其实我想 都挺看好这个团队 嗯 明白 啊 哥哥 你很幸福啊 如果你在你爸爸身上 学到一成 啊 已经不得了 哪里是呢? 你用心学了 将来你爸爸公司的生意 都交给你了 我不舒服 哦 你们慢慢睡吧 阿陈 真是不要惯我多事了 我外面听到消息 你这个小子花天走地 还吸了毒 你还让他留在你的公司呢 一定会影响你公司的明星 嗯 老公 你不用担心 我心中有数的了 下个星期是我们公司的周年大会 我都会打算宣布我们公司的接班人 你有没有兴趣来看看 我一定来 一定来 阿哥 记得叫弟弟来 老公 喂 是,我是,我是 好,好,好,明晚見 行了,你想去哪裏就去哪裏 沒問題 就這樣吧,好嗎 拜拜 弟弟,你在外面的生活檢點點 你這樣會影響公司的生意嗎 沒事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要做歌手,人物多重要 如果沒有空出來應酬,怎麼可以 有時候,你還會被大公司發現 不說這些了 其實,阿哥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夢想真的會實現 我們有一天真的可以做歌手 我們在公司,只會越來越忙 哪有時間再玩音樂 玩音樂?我們不是玩音樂 我們是追夢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去聽演唱會 那種一時的快感 我到現在還記得 我也記得 那時候開始,我們還說要組成 地表最強的組合 什麼,on fire 那時候我們說 要全世界的人都聽到我們的音樂 都聽到on fire 真是很老套 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傻 如果我們去做玩音樂 那爸爸的生意怎樣 阿哥 其實你和我都知道 我們根本不喜歡做生意 我們去了爸爸公司這麼久 學到什麼 我們就是學到我們究竟有多不喜歡做生意 尤其是那些 又要重重复复這樣做 又很重要,又不可以不做的工作 工作 再這樣下去 真是會神經變的 我們沒得選的 沒得選? 阿哥,我跟你說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錄音 傳給唱片公司了 你不跟我談談? 有什麼要談? 阿哥 阿哥,讓我們去Happy Hour慶祝一下 去什麼Happy Hour 我明天要見大客 在趕緊提議 不要提議 這也不重要 你看看 唱片公司 他找我們試音 試音日期是 是我們公司連導大會 還去什麼年度大會 阿哥 這個是機會 很難得 你知不知道我們等了多久 無論如何 你也要跟我去 阿哥 你們在做什麼? 沒事 明天那份Proposal做得怎麼樣? 差不多了 很好啊 爸爸有些事想跟你兩個說 爸爸年紀都不小了 是時候交牌 阿爸 阿哥在做Proposal 不如我們先說 好嗎? 弟弟 再說幾句 那兩天公司連導大會 我會公佈 將公司逐步逐步 移交給你們兩兄弟 我們兩兄弟? 我也有份? 嗯 其實阿爸一直都知道你在外面的生活 但他仍然想給你機會 你明白嗎? 我不想要這些機會 我不想做生意 我也不想被人訓練成為做生意的人 阿哥你也不想做生意 你出句話吧 夠啊 好 我以後都不會受你們擺佈 我以後都不會受你們擺佈 弟弟 你瘋了嗎? 你瘋了嗎? 你不要理我 我想怎樣就怎樣 成熟一點 不是說怎樣就怎樣的 成熟 成熟就要什麼都聽了爸爸說 成熟就要像阿哥你這樣壓抑嗎 人生抉擇的交叉路口 兩難之中 怎樣自我實現呢 有愛 有信任 就有出路 是活動 超獨阿哥 老人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